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,对于战争的理解或许,很多人还沉醉于影视剧中,真实的战场要比影视中更加残酷。 据抗炸老兵回忆说,战场上销尖弥漫,战火纷飞,血流成河,甚至有些尸体被炸飞后,这一只手,那一颗脑袋,要知道影视剧要符合国家标准才能上映。 由此在影视剧中过于血腥的场面已经被剪辑掉,况且影视剧中有很多镜头是虚假的,所以输影视剧并不能完全反映战场场景。 相比大家在影视剧中都看到过士兵中弹时,但生命最后的时刻仍然能拿起手中的武器,对敌人进行疯狂扫射的镜头。 那么在真实的战场上,若是被子弹打中后,到底能活多久呢? 真的像是影视剧中那样,还可以拿起武器对敌人进行扫射吗?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聊聊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。 在战场上,如果被大口径子弹击中的话,那生存下来的几率是非常渺茫的。 说到这儿,有人就说了,那如果是我穿了防战衣,大口径子弹可能打不穿我的身体,怎么会致命呢? 要知道大口径子弹杀伤力是非常大的,就算你穿了防战衣也可能被击穿。 即使防战衣没有被击穿,大口径子弹的冲击力,也将会把人体内的内脏震碎。 所以说被大口径子弹击中,生存下来的几率是非常渺茫的。 要知道在战场上,有很多义务兵,他们主要是对几方受伤士兵进行及时救治。 如果是被大口径子弹击中的话,其呼吸用不着救治的。 他们主要对小口径子弹击伤,以及炮弹碎片炸伤的士兵进行及时救治的。 要知道小口径子弹击中士兵关键部位,直接定命。 如果击中在一只胳膊或者是双腿的话,一颗兵及时救治,的话,是可以挽救生命的。 若不进行及时救治士兵,会因流血过多而死。 虽说小口径子弹击中士兵胳膊或双腿,不会立即死亡,但会失去行动能力。 在这种情况下士兵是十分痛苦的。 别说拿起枪的射击,用疼的马蒂打滚,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。 由此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,有些士兵都快被打成筛子了,还能继续战斗。 这种场面是在真实战场上不存在的。 要知道在战场上士兵,一旦被子弹击中,况且没有击中要害部位,只能被玩家抬走,将医务兵来进行治疗。 说到这有人可能不相信了。 子弹打中双腿,顶多会造成我行动不变,怎么会影响我开枪呢? 大家不妨想一下,如果用斧头砍掉你一只脚趾头的话,有多痛? 你的意志力还在,说不准你已经马蒂打滚了。 所以说战争类影视剧并没有反映出当时战场的画面。 或许通过战争类影视剧来告慰当下的我们,追爱和平吧。